《蜘蛛必教》 先前和大家说的成语是 《艾智必报》 即是说一些东西都要报复 今天讲一个近次的成语 叫做《蜘蛛必教》 《蜘蛛》为何意思呢 原来是古代计算重量的单位 都是很微小的重量 《蜘蛛》为一枝 一枝有多少呢 四枝才叫做一两 即是说这一枝是二十四分之一两 一个枝是四分之一两 都是很小的单位 《蜘蛛必教》 即是说跌那么多东西都要计较 即是说人们很计较 这个《珠》字很明显 《蜘蛛》就是二部 《蜘蛛》就是这个《珠》 右手边这个部分 就是《珠》字 所以也是那个《星部》 《珠》是古代用来再走的一种气名 嘴就窄 身就肥一点 所以就为了一个珠 《珠》的字 还有几个 大家可能就会见过 《珠》字边 《珠仲兵》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 就是行军的时候 那些《珠仲》 就是要带着 一起行军的那些货物 包括武器 衣物 食品 也叫做《珠仲》 《珠》字边的《珠》 是意思是黑色的意思 或者是黑衣 《珠》 《珠》就是黑色的衣 真人多数是穿黑衣 所以《珠》 就表示和尚穿的袍 《珠》系 道士通常做王衫 所以 《黄之》 《珠》 大方一點,就不要蜘蛛必救了